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特报 上一段我们讲到说 原来我们都生在一种 全民鱿鱼游戏当中 其实现在蔡总统 感觉上面 你越来越了解 我们在游戏当中 你越来越看得透 我们在玩 什么样他为我们安排好的游戏 昨天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 大家在造句的时候 有网友就直接发挥创意 一二三塔绿班 塔绿班让我们玩着 这样子的游戏 其实由于游戏当中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 说参赛游戏的参赛者 都是平等的 让不平等的人 有机会遇到公平竞争 讲到公平竞争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蔡总统告诉我们 好多好多次 他要公平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来强调 民主追求公平争议 一直都是我们坚持的价值 民正义是我执政以来 念之在之的事 新政府要承担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对 就是他几次的就职 都特别提到 我们新政府要做的事情 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就是公平正义 但是我们真的有感受到公平正义吗 真的是有同岛移民吗 好像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感受 这两天大家在吵的一个事情 网路上PTT也是洗版洗风 这个是前OL 这是电竞的一个运动赛 的世界的冠军 它是一个KOL 所以他其实这个Toys 其实蛮有名气的 但是他最近竟然涉毒 涉卖大麻遭到这个积压 但是很多网友看到这个 是感慨 感慨什么呢 不是说你怎么这样做 感慨的是说 这个柯建明的儿子 人家收到大麻包 是还起诉 这样子的世界 你感觉是一样的吗 你感觉是公平的吗 下面大家在那边讲 讲说只要你一心为党 党不会辜负你的 他们不欠台湾什么 而是台湾亏欠他们太多 看看你的爸爸是谁 人家塔绿班高层 你敢抓吗 这就是大家感受到的公平吗 还有在这个地方 我们初真昌告诉我们 这两天的一个京剧 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大家真的感受到 这样子的幸福吗 昨天那个超商的女店员 她眼睛被一个就是 可能是精神障碍的人士 有这样子去伤害到 挖眼的这个案子 也是引起大家的公愤 大家还记得其实蔡英文 在六年前就告诉大家说 她要来做这个社会安全网 其实不光是六年前而已 网友甚至爬出来 在2011年 她那时候要选 2012年的总统的时候 这是她最先提出来的 我们要用社会安全网 捞住每一个人 可是这一阵子以来 你说小灯泡案 新电随机杀人案 还有火车的这个杀警案 都一再的发生 可是她每次出来 都告诉我们写什么样的话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网路上面 究竟有哪些住不住的地方 或者是有破洞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去把它强化 把它补起来 金政府必须要承担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强化台湾的社会安全网 全力防止悲剧 一再的发生 我们要把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补起来 未来的四年 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张网 做得更绵密 接住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们每次都听到 那我们每次 我们每次 就像家属讲的 你每次都说你听到了 你每次都只会说社会安全网 但是这个社会安全了吗 这社会捞住每一个人了吗 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事情平息了吗 好像感觉起来没有 因为蔡总统每次都只会出来 表达遗憾 表达说我们要加强这个社会安全网 好像没有实际上在做 之前泰鲁阁也好 普悠马也好 每次你们说台铁要改革 改革了吗 家属没有看到你们的改革决心 然后事情一再的发生 这个是PTT网友讲的 他说社会安全网 其实就是民进党制造 辩职发臭跳票的选举口号而已 大家看得很清楚 到底民进党是说到做到 还是说说而已 看题 蔡英文说公平正业 无能的执政党 他就擅长喊一些很空泛的口号 他没有办法具体说出了 我为你兴建了什么福利 我为你推出了什么政策 他就只能讲一些公平正义 乍看之下好像很厉害 然而实际上正因为他的空泛 多年下来检视 一件也做不到 请问当台湾第二类人士 民进党的重要的政务官员疫苗 打好打满两剂国际疫苗 而且优先台湾大多数人 优先接种第二剂的时候 请问公平何在 请问当柯建明的公子 涉嫌毒品相关问题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事情 又请问先前正二代赵介佑 能够长期逍遥法外 那么正义何在 再请问先前香港的杀人犯 陈同佳来台湾杀人 想要来台湾投案 入监狱服刑 结果民进党硬是挡着不让他 为了要操作两岸的选举选票 自己的政治利益 那这种杀人司法上的正义又何在 相关的思觉失调 或者所谓的精神疾病患者 近来在台湾犯下 如此多的重大案件 而且发现是累犯 像前天这两天屏东的这个 他是累犯 在当地是个知名人士 知名的危险人士 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社会安全网 不过就只能够让他强制就医 就医完了之后 可能几个月就放出来了 如此而已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的安全正义又何在 对于民进党来说 还有另一个正义叫做居住正义 然而执政六年至今 由中央独立完工的社会住宅 完成数零 零 那你的居住正义又何在 民进党的这些撕烟案的将领 节节高升 正义又何在 宫廷又何在 过去透过诈领薪水 前科累累的民进党党员 竟然能够被民进党用酬庸的方式 把他任命成为两间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用哪里来的公平和正义 所以民进党所表面告诉大家的 这些光鲜亮丽的字眼 实际上在他们实际执行的政策也好 或者是人事案件也好 都能够彻底的打脸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因为对于人 虽然我们讲说那你的胡作非为 你要怎么贪 你要怎么搞 但至少如果你能够给人民 安居乐业的生活 人民或多或少还可以接受 但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你不仅是不公平不正义 而且你连人民要安居乐业 你要让人民活在安全的这个范围之下 你都不可得了 所以目前苏联商告诉大家说 我们还要再增加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我们希望能够再增加 所谓的再多增加七千名的社工 目前台湾大约有总共一万多名 他的再增加七千名大约两万 算到最多算两万 但是在台湾光是这种有思觉失调 或者是精神患者 总共疑似有伤人的 就还不是普通的患者 疑似有伤人风险性存在的 根据统计大约有二十九万 那很显然不可能说把这些压力 全部都交由在社工手上 所以一定是还有其他系统性的 比如当目前的精神卫生法是说 如果有这种精神疾病患者的这样的 只能够让他强制就医 强制治疗 但是治疗完之后就出来了没有事了 所以一直在讨论说 有没有办法有另外一套 类似于更加紧闭一点的 类似不能不是监狱 而是更加紧闭的 关乎的什么司法疾病医院 在这种状态之下 才有办法彻底的保护他们 也能够保护台湾的大多数人 而这些事情竟然明讲执政 六年都没有做 所以公平正义 哪里有公平正义 没有公平 没有正义 也没有安全 但这些都是过去蔡英文 上任的时候承诺 我们所有人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跳票 而且我们讲到说 这个昨天超商的那一个案子 其实不光是这样子 我们人民多可爱 大家把口罩戴好好 努力防疫 看到有人没戴好 努力去提醒 可是都要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光是昨天那个电影 我还看到 昨天又有一个消息 是说他提醒 那个文湖县上面 有人戴口罩露出口鼻 他去提醒 结果对方马上给他一拳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 人民很努力在做 但是我们看到政府 只会很努力的说 然后很努力的跳票 刚刚前一段没有讲完了一个笑话 我也不知道是笑话 还是很难过的事情 就是有网友说 我很像那个 鱿鱼游戏里面 那个惊悚娃娃 那个面无表情 然后眼睛对到谁 就把谁击毙 但我坦白说 我认为那个惊悚娃娃 跟蔡英文总统才是真正像 永远面无表情 面无表情的 说着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人民都不相信的话 十年前的蔡英文 跟十年后的蔡英文 只是同一篇稿子 不断的读而已 他就是个面无表情的读稿机 他才像游鱼游戏里面的 那一个惊悚娃娃 蔡英文总统给我们最大的感觉 就是三个无 无心 这个无感 无良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民进党总统 刚刚这个 侯安婷讲的是说 社会的公平正义 还不只是这一些 民进党一直说要给 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是让我们这个社会 最不公平最不正义的 就是这六年的执政 这六年的执政 第一任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一人得到诸狗升天 高薪实习生 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就是250万年薪的 这个北农总经理 对不对 然后不懂泰语的 这个民进党里面的助理 居然可以变成 泰国住泰国办事处的知义 不懂日语的 可以变成住日的知义 然后年薪都超过200万 这一些就是民进党 所谓的公平正义吗 有关系你就没关系 没关系你就有关系 其实这六年多来 到了今年 我们去算过 申请急难救助的比例 是去年同期的好几倍 是好几倍 不是增长百分之多少 但我们看到 苏贞昌跟陈时中怎么说 台湾经济很好 你看股市创新高 股市是谁玩的游戏 我们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你们充其量一张两张三张 对不对 谁有能力去玩股票 这种资本游戏 谁有能力有好几张台积电 谁有能力有联发科 这些高价的股票 谁有能力把高端 从70几块变成三四百块 是谁 这些是社会公平正义吗 居住正义也好 或者是资本游戏也好 都不是我们一般庶民 可以去碰的东西 可是我们这些官员 就像我们政府的主纪处长 当立委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物价飞涨 滷肉饭现在一碗多少钱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 那个主纪处长怎么说 报告委员我不知道滷肉饭 现在一碗多少钱 因为我不吃滷肉饭的 因为我不吃滷肉饭 所以我不知道滷肉饭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的主纪处长 这就是我们民进党执政下的现状 如果蔡英文所说的话 大家还要去检讨 还要去相信吗 劳工是我心里最柔软的一块 所以我可以践踏她 你们有问题 有不满可以跟我拍桌子 但拍桌子以后 我就把你们用拒码拒于门外 这就是这六年的台湾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你说大家很质疑 蔡英文的满意度怎么还有四成多 可是你要想的是 已经超过一半的人是不满意她了 已经超过一半的人是不满意她了 可能是还相信这些绿色安慰剂的 这些民众 但问题是他们日子真的过得好吗 很多人说农民都是投票 支持民进党的 但是当我们农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 最先哭的是谁 也是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也会一直问自己 那我在支持什么 我在停什么 所以刚刚淑惠讲到的那个娃娃 很多人可能没有看那部片 我们就拿出来那个照片 没有就是这一个就是他 说那个侧翼讲说很像淑惠 刚刚淑惠讲说他那面无表情 冷血的样子可能更像另一个人 所以汉廷你怎么看 在讲到鱿鱼游戏 因为鱿鱿鱿鱼游戏 你看我们这个台上版面上讲说 他是平等的 他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所谓公平竞争 在今天台湾很大的问题是 大多数台湾人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公平竞争了 这公平是降落不到自己头上 那从酬庸的角度来看 赵宜翔为什么年纪轻 可以马上当到美国政治组的主长 对 这让所有努力一辈子的外交员跟公务员 他怎么会觉得有机会跟民进党的人 公平竞争呢 我只能够跟非民进党的人公平竞争了 但是如果当这个人马上去抱着民进党的大腿 我没有办法跟他公平竞争 我能力再强 我也到达不了那个位置 我也拿不到那个薪水 加入塔律班 人生不一般 只有加入塔律班 这就是民进党想要去塑造出来的氛围 一正在手 天下畅通 他是一个帮派 他就希望说大家都要跟着我才有饭吃 跟着我才有糖吃 这民进党所塑造的 那么社会就因此而产生了不公平 社会也因此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为什么我如此的努力 我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 并不是说因为我不够好 并不是说因为我没有付出 而纯粹只是因为我不够绿 纯粹因为叫做我没有打正 为什么同样在网络上发表批评执政党 批评柯文哲可以 批评韩国瑜可以 批评蔡英文就不行 这有叫做公平竞争吗 没有公平竞争 所以当蔡英文她当颜色意识形态 来凌驾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时候